哈喽大家好呀 今天是东京vlog的夏期 去了东京周边的莲仓 江之岛富士山还见了好朋友 持之河河逛逛的日子 真的是太快乐了 我也找了一个这几天好吃的餐厅 会放在视频最后 大家可以保存参考哦 现在准备坐江之店去江之岛 哇一早上还是挺折腾的 在那个地带站里面找了好久 然后今天天气特别好 今天终于看到蓝天白云了 今天天气太好了 我现在在往江之岛的方向走 今天天气万里无云的大蓝天 我感觉今天是能够看到蓝天山的 看我今天 背了昨天买的这个 喵喵的很可爱的小蓝 它像一个手铺 感觉非常适合在海边 现在沿着海边 我已经看到富士山了 在这里 它现在被一片云层稍微挡了一点点 哇 但是看到它的山尖尖了 我们现在到了海边的一个餐厅 这家叫富士舰艇 接着下午我们又去了镰仓 电车 铁轨 大海 在这里的每一张画面都如同置身在动漫世界里 时间呢也仿佛慢了下来 坐在海边听着电车和海浪的声音 还有太阳 所有旅途的疲惫都在这一刻被制约了 晚上我回到了银座 找了一家吃鳗鱼饭的餐厅 真的是太好吃了 软糯鲜嫩又很入味 可以看出我们的人生满脏 我们准备check out前往富士山了 我们现在到河口湖了 然后前面就是富士山 今天是阴天 但是呢看的还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 现在身后就是富士山 我们现在出了酒店 再往前面走 有一个小的这种观景台 我们现在到了一家 最后出来的烧肉店 直接是吃日式碳烧肉 基本上我们就看了铺口 拌了很多烧肉 我们现在在看菜单 这边应该成的都是很多粒粒居民 刚刚老板给我们拿了一块黑板过来 这是他们今天的限定的一些食材 看到了和牛 准备点这个 哇 我们的炭炉上来了 这个超级热 我们点了一个生鸡蛋拌饭 哇 看起来蛮好吃的 点的肉上来了 这个是五花肉 这个可能是个牛肉 这个可能是个牛肉吧 这个可能是个牛肉吧 我们刚刚点了他们家的生牛肉拌鸡蛋 吃了一下 既然很意外 很好吃一点都会腥 然后有点甜甜的那种口感 我们今天一早订了一个taxi 去山中湖那边拍天鹅和富士山 今天富士山能见度 我看了看天气预告 差不多是17的样子 今天早上打开窗帘 稍微有点雾蒙蒙的 不知道一会儿的运气怎么样 我今天穿了一件蓝衬衫 然后下面是我新卖的牛仔裤 哎呀 看这窗外的天气 感觉有点不太妙 现在富士山的这个雪顶已经有点看不见了 看我们已经到这儿了 结果啥都看不见呀 我感觉富士山是在这里 它被躲 应该说一层厚厚的云给挡住了 哎呀 这里有个天鹅 你好呀 看不到富士山只能来看你了 我们现在在河口湖站附近的一家 很可爱的吃天妇罗的店 因为这次来日本 还没有专门吃过当地的天妇罗 所以刚刚我们就点了很多种 我点了一些single item 然后这个是我们点的一个套餐 现在我们来吃甜点了 这个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富士山形状的面包店 然后它的右边就是一个布丁店 好像也卖冰淇淋 Thank you 我们现在坐大巴 已经回到新宿了 下午跟我的好朋友 约了一家咖啡的Omakase 然后这个是他 大概天天两周就定好的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但是我们到早了 比预约的时间提早了半个小时 我们现在在这里等 朋友来 我们现在在这个吧台里面坐下 它是一个环绕式的这种吧台 然后它们中间是有人在做咖啡的 然后这也是我真的第一次来喝咖啡的Omakase 我们要到我们东京最后一碗的酒店了 订了这个Prince Park Tower 现在能够看到东京塔的 就是这栋楼了 来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房间 左手边进门是个浴室 右边就是房间了 然后这边是一整面的窗户 在我们的左边这里就是东京塔了 因为现在是晚上 刚好能够看到东京塔亮灯的样子 在酒间房间里面跟东京塔 蓬框一下 我们在东京的最后一顿晚餐 来吃一个烧鸟店 好可爱的一家店 但是现在好像门口这里在排队 现在坐在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桌子里 我们每个人点了一杯梅酒 这个是里面是salted top 就是它没有之前喝的梅酒那么甜 然后看了一下里面是真的有一颗梅子的 干杯 早上好 今天是我们在东京的最后一天 给了我们一个超级好的天气 超级大蓝天 早上看这个东京塔还是很漂亮的 我们酒店的下方这里应该就是枝公园 然后现在是早上的七点半 楼下已经有很多人在下面散步和遛狗了 刚刚点了一下Room Service 这是日式的早餐 居然在军事铁厂楼上 过了东京迪士尼 这是迪士尼的hotel 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来